我们到瓦剌米步道之前 先去了南安游客中心看一下地图 虽然有看没有懂 但是看一下总是心安一点 接着我们来到了一个像是步道入口的地方 上面说这是玉山国家公园 巴通关越岭道 东段登山口 带着一点疑惑 走了一小段 然后发现 我们已经在瓦剌米步道上走了0.5K 这里挺不错的 先走一小段好走的 热身一下 又有树荫 真是太爽了 这一路上有好几个日据时代留下来的驻寨所 由东段登山口进去看到的第一个是山峰驻寨所 这平台上已经都没有建筑物了 台湾黑熊是浊西乡布农族的好朋友 这时候这个林荫步道还没有太多其他的游客 从东段登山口到目前为止 都还有蛮多的树荫遮挡太阳 走起来蛮舒服的 远远的看到了几辆摩托车 这时候其实心里是有点惊讶 怎么会有这么多辆摩托车在这里 山峰一号吊桥 这是目前为止遇到的第一座吊桥 要先走几步台阶才会进入吊桥的本体 诶 怎么好像有人在吊桥上面拖底 来去看一看便知道 嗯 怎么吊桥左右两边颜色不同 让我揉揉眼睛再看清楚一点 是不是还有一个圆椎在那里 前面都是拍照 在这边小走一段 这个一定要另外再做一集 啊 原来是游七位 敢要靠另一边行走 顶着烈日在这个狭窄的空间工作 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辛苦了 与工作人员擦身而过之后 在山峰一号吊桥上拍了几张照片 开阔的视野 苍翠的山林 蔚蓝的天空 呼 心旷神怡啊 走过这个山峰一号吊桥 它前面有一个可以关紧 让你拍照的地方 工商时间 瓦剌米山屋不提供棉被 去住山屋人需要自备睡袋哦 刚从那边走过来的 有熊山林 这名字很简洁有力哦 现在离瓦剌米还有12.6K 这步道比刚刚稍微窄一点 但是还是很安全 走起来也还是一样很舒适 稍微有一点点坡 但是也还算是蛮平坦的 还有茂密的树林来遮阴 目前这一路上的地形地物 一直有不同的风貌 从这里向右转 可以走到至关瀑布平坦 先走阶梯往下 慢慢再往下 然后继续往下 很快就会走到至关瀑布平台了 对 就是在那里 现在可以走近一点去看瀑布 看起来只能在这个平台上 没有办法靠近了 就只能这样远远的看 这道瀑布从那么高的地方留下来 可惜现在的水量实在是不多 否则一定很壮观 刚刚在至关平台上看过瀑布 走了楼梯上来 之后继续往上走 走着走着也就走到了古道尤存的山峰二号吊桥 对象有人走过来 我们就稍等一下 其实这桥做得也还蛮扎实的 应该没有什么风险 旁边还有一道小瀑布 刚刚我们从底下往上拍 就是这里 就这个吊桥 山峰二号 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山谷中的河道 隐约的可以看到这个河里面的水并不多 虽然这个蓝天蓝的让人有些心旷神怡 但是也会希望老天偶尔来一场甘领吧 瓦拉米步道的里程标识非常清楚 想看不见也难 继续往前走 这一点坡应该算是缓坡吧 真的走瓦拉米步道还蛮安心的 目前为止 甚至会觉得这是适合全家大小一起走的步道 这一路上有上坡有下坡 但都是缓坡 偶尔还会出现一些阶梯 真的蛮好走的 这一段出现的是取材于大自然的石头堆叠成的阶梯 那一球应该是蚂蚁窝 我怎么觉得这一段路是人工开凿出来 这一段有攀附在山壁上的树根 我们离瓦拉米又近了一点 这一段路靠巡岸边出现了栏杆 在这里这样的造景好像蛮低调的 眼前出现了石块路 中间好像有一些水 这里一边是山壁一边是岩石 路边石头外侧有深谷别靠近 前面出现栏杆感觉又安全一点 虽然这些在路边的栏杆看起来不起眼 但是当年在施工的时候应该也是蛮辛苦的 因为他们要从山下把这些搬上来也不容易哦 真的要为当年的施工人员致敬 山里有这么多这样的便桥其实也是贡献很大 这是这段路上第二次出现用木桩跟绳索做栏杆 而日行的铁栏杆再次出现 是因为地质关系所以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做栏杆吗 把这一大堆木头搬进超过路口三公里处的地方做阶梯 应该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这一段下坡是用沙包堆起来的 还好地上并不潮湿 才说地面不潮湿马上就出现了 而且这道路又变得非常的狭窄 嘿嘿我们又朝瓦拉米推进了500公尺 接下来这段岩石缓上坡不太平坦 小心别扭到脚 在这段平坦的泥土小路之后 出现的是用石头堆叠而成的阶梯 全都是现地取材 超级环保 没想到超过入口3.5公里的地方还可以收到讯号 接下来的道路变得非常的狭窄 窄道指容纳得下一个人走的宽度 不过只要老人家不要太老 小朋友不要太小 应该还是一个适合全家一起出游的秘境 距离瓦拉米只剩9.6K咯 另一个手机可通讯点 没看到基地台 嘉兴住在所 我超喜欢这个住在所 毕竟谁不喜欢嘉兴呢 这里的看板述说着嘉兴住在所的故事 看来嘉兴住在所的位阶是比山峰住在所要高了一些 一些没有钉到瓦拉米生物的朋友 会在这个凉亭里面稍作休息 喝点水 吃点东西以后就折返了 由于跟我们预定折返的时间相比 还早了一点 所以我们决定继续向前走 离瓦拉米只剩8.6K 开心 走在这种比较松软的山路上 其实是比较耗力的 有点累 但是我们还是向前继续推进了500公尺 这一段路的树变得比较大颗 只是不晓得为什么倒了一片 离瓦拉米只剩7.6K了 走在森林里 我要自己的吸收 分多金 那个东西是 我还以为是恐龙出现在瓦拉米的某角落 加上刚刚倒掉的树 我还以为是它的杰作 走近一点看 更像 经过了神似恐龙的岩石之后 我们来到了岩石崩塌区 要赶快通过 说真的 走这段的时候 我还真的是蛮紧张的 用捏手捏脚的方式 快速通过 通过落石崩塌区之后 离瓦拉米剩7.1K 然后开始进入了比较茂密的树林区 在这里偶尔会看见蓝路的树干 从距离瓦拉米6.6K开始 这些树变得明显比较大颗 这像是一段蓝路的剧木被剧开的样子 接下来这一段路 一边是有倾斜纹路的叶岩 另一边是荒烟漫草 哇 这变化也太戏剧性了 紧接着在距离瓦拉米6.1K的地方 开始出现姑婆雨 经过这一段的时候我有个疑问 为何要把这么大的树剧断以后 放在斜坡上呢 远远看还觉得这棵树的叶子很迷粉 现在应该要说草粉 750之后走一走 来到这边 这些用这些石头堆起来 这个不知道是原住民来做什么用 是抗日的时候做的吗 既然来了 就过去看看吧 原来是另一个叫黄麻柱寨所的遗址 黄麻柱寨所的样子 这刚刚那个人讲的有椅子 听说在嘉兴住在所 会有人要检查我们的路源 还有路山城 但是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看到人 接下来要往这条不像路的小路 继续往瓦拉米步道推进 后面这一段 恢复了一条步道 应该有的样子 只是还是很窄 想象中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不知道有多少人 黑熊或者其他的动物 在这边走来走去 自然而然走出的一条路 也就成为了今天我们走的 瓦拉米步道的一部分 由于时间已经不早 虽然距离瓦拉米只剩5.6K 考虑到返回步道口 要花的时间会比较久 所以我们就在这边 拍一张照纪念 下次要走完全程 得提早一点来 在回程路上 发现树上有两只猴子 停在那边等我拍